铁道声轰隆作响 标示着北回铁路的开始 也标记了台湾铁路始化时代的一页 台湾首位开北回铁路首发车的列车长 同时也是目前铁路局局长范子谷 也来参加这次的迎战 他说 开幕仪式也来了许多铁道文化志工来参加感谢仪式 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铁道文化是跟我们台湾的那个交通文化 跟台湾的故事是一道的 铁路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最有连接性的 馆内展出的六十余张珍贵影像涂照 均由摄影家黄树明及安友人提供 记录了1960年代后期台湾交通发展的关键时刻 台湾情报记者陈佩瑜一万把上采访报道